8月2号林依晨为唇彩代言 现场她尽责的微俏性感风唇 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唇部美妆上 别看着无意摆出的亲吻姿态 勾得众人神魂颠倒 其实依晨也有害羞的时候 例如在新戏中与偶像陈小冬上演的一场缠绵吻戏 一投入拍戏都还蛮投入的 所以对方即使是真的是我的偶像 我也还蛮能够就是以角色状态去进入的 所以还能够应付 那之前拍吻戏有跟男朋友抱贝 讲抱贝这个字我会觉得比较 怎么讲的每个人都有他专业的考量 那我觉得是应该是要经过沟通的 对啊对啊 可是讲抱贝就会显得太 好像就自己必须自主的范围内 应该是要可以决定的才对 吻戏不抱贝 那七夕情人节总该好好安抚男友了吧 况且林依晨又即将在九月前往英国留学 长达一年相思之苦增结 七夕情人节也是我爸爸的农历生日 所以我应该会陪他 暂别一年粉丝想你怎么办 我有三部作品会陆续在今年年底 跟明年年中之前上 所以应该还好 对 那男朋友怎么办 应该是一样的状况 因为都是两地 虽说男友是现实版李大人 但跟的可是比程又卿还独立自主的伊辰 还真是有苦受了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